直到看见吴振宇的这段采访 我才明白为何他被称为影坛判官 2023年邱里涛指导的剧情动作片海关战线 不仅请来了张学友和谢霆锋参演 而且请来了未免影帝吴振宇助阵 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 吴振宇展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 尤其是接受探班媒体采访时 除了分享真实的拍摄感受以外 还大胆谈及了自己的现状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2023年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现场 吴振宇一袭紫色西装登上舞台 为本届金像奖影帝授予殊荣 在揭晓获奖者名单之前 吴振宇率先提到了本届影后郑秀文 在任可坚持梦想就能实现的同时 还送上了真诚的祝贺 随即吴振宇又将画风转向影帝 上演了一波耐人寻微的讽刺 纵观吴振宇如今的现状 貌似依然保持着这份态度 就拿前不久播出的无限超越班来说 向左作为影坛大佬之子 其他导师看完表演都是点到为止 但吴振宇却坚持实事求是 甚至没有丝毫的含血 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录制节目 吴振宇基本都是爱恨分明 此时此刻我也终于明白 为何吴振宇被称为影坛判官 仁许可